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人类变成电池》世界被电脑控制的故事 崔尼是一个高级程序员 她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入别的国家数据库 警方掌握了她的行动轨迹,打了个正着 可崔尼也不是吃素的 三两下就把持枪警察干倒在地 史密斯特工深知崔尼是一个不好惹的女人 她势弹力薄,直到和他们缠斗下去没有好下场,迅速逃跑 她的身手机器敏捷,飞烟走壁完全不在话下 崔尼再坚强一只女孩子,面对强大的敌人她也会感到害怕 跑到指定的电话亭,她就像信息一样可以通过数据传送离开 还在睡梦中的尼奥被电脑程序自行叫醒 电脑向尼奥传递着重要的信息 举阵正在奴役着你,跟随着白兔 尼奥不明所以,她又告诉尼奥有人敲门 她的一举一动好像真的被人监视一样 敲门声响起,电脑也自动关闭 尼奥是一个程序员,私底下做了非法的交易 买主们看到尼奥精神不佳,邀请她一起去蹦跌 她本来是不想去的,可看到买主身上的兔子纹身 尼奥在酒吧里面根本无心跳舞 她只想弄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发贷之际,一个美女前来搭讪 她准确地说出尼奥的名字 还知道关于尼奥的很多事 对于尼奥来说,崔尼这个名字她早有耳门 毕竟她曾经侵入过国家财政数据库 崔尼告诉尼奥,她已经被监视了 尼奥吃不好睡不好,夜以即日地坐在电脑前 这个疑问促使尼奥来到这个世界,她疑惑什么是矩阵 崔尼只是告诉她,答案也在找她 她终究会找到答案的 一夜过后,仿佛一切又回归平静 尼奥照旧去上班 刚到办公室,尼奥就收到一个快递 里面是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叫莫菲斯 他一直在寻找尼奥,想给他看他的东西 可惜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有人来抓他 以史密斯为首的十几个戴着墨镜的壮汉朝着尼奥走来 他按照莫菲斯指示的路线逃跑 莫菲斯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被人带走 二是跳上脚手架 尼奥经过再三考虑,还是决定逃跑 他是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人 一个是以安德森的身份活着 在家软件公司进行程序设计 另外一个是技术很高的黑客 干了很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那就是尼奥 史密斯来找他,就是想让他帮助他们 他们将莫菲斯视为十恶不赦的恐怖分子 史密斯拿着尼奥步伐的过去,想要挟挟他 面对史密斯的无理要求,他直接拒绝了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不仅不能打电话 嘴巴还消失了 史密斯觉得尼奥敬酒不吃,吃罚酒 拒出了自己的插手锏,电子虫 虫子顺着尼奥的身体很快就钻了进去 尼奥被吓醒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梦而已 醒来的他,惊魂被定,就接到莫菲斯的电话 莫菲斯视尼奥为救世主,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他 他们约在亚当斯街见面,所以尼开车将他带走 他们拿着个巨大仪器对准了尼奥的身体 经过一波操作,电流击穿尼奥的身体 里面的虫子被吸了出来 尼奥来到一个破旧的大楼里面 看到已经寻找已久的莫菲斯 他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 他知道尼奥为什么来找他 因为他感觉到这个世界有一丝不对劲 这种感觉就快要把他逼疯了 他不知道向谁寻求答案 直到他发现莫菲斯的存在 尼奥小人知道矩阵到底是什么 莫菲斯回答他,矩阵无处不在 他像千万的人一样是矩阵的奴隶 他的触觉被禁锢 最可怕的是他的思想也被禁锢 任何人都不知道矩阵是什么 莫菲斯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蓝药丸 吞下去之后就当什么有没有发生 另一个是红药丸 吞下去就会得到现实的答案 尼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红药丸 他打开一扇门 里面布满了一气 尼奥的身上贴满了电子贴片 他就要和过去做告别 他的目光停留在一面镜子上 破碎的镜子将尼奥的影像切割成好几块 紧接着镜子的裂痕消失 变成一块可以流动的液体 小心翼翼的触碰镜子 手指上粘了一些液态金属 金属越来越大 直至把尼奥吞灭 再次醒来 他身上插满了管子 粘稠的液体吸附着尼奥 他看到容器外面是两座巨大的电塔 经过一系列偷胎换骨的程序 尼奥来到了现实系列 经过他们的治疗 他终于恢复了精神 这个时候尼奥发现他脑后开了一个洞 和自己之前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原来在容器里面搜紧过来的尼奥是本体 这个才是他真实的样子 莫菲斯告诉他现在不是1999年 已经快到21999年了 他们身处一艘船上 他们从这里发信号到取证里面 他又将数据棒插进他的脑袋里 莫菲斯将尼奥的思想带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给他介绍什么是取证 内离是主构架 是人们寄存程序的地方 他们在那里什么都可以寄存 在讄存程序里面 真实也无法被定义 什么是真实 能够感知到吗 能够摸到吗 能够嗅到吗 这就是真实吗 那些都不过是大脑的刺激信号而已 尼奥所收集的20世纪末的世界 现在只是一种神经交互模拟信号的一部分 是他梦中的世界 而现实世界早已破败不堪 根据莫菲斯所知 在21世纪初 人们逐渐攻克了AI技术 人工智能程序的使用 使得所有的机器人产生了独立的意识 他们早已经忘记了是谁先发动的战争 但最终的结果是 他们让世界毁灭了 也让机器人统治了他们 人们曾经相信 机器人只要没了太阳就无法产生能量 可讽刺的是 他们竟然在人的身体上找到了电流 将人类当作他们的电池 人类不再需要母体的孕育 他们像麦子一样被种植出来 一片一片的人类麦子被种植了出来 他们将人类的尸体液化 来满足他们所需要的能量 矩阵就是电脑制成的梦幻世界 用来控制所有的人类 尼奥醒来之后 莫菲斯告诉他 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矩阵刚建立的时候 里面曾有一位智者 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重新改造矩阵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解救了一小部分人类 之后再也没有人被放出来 他死了之后 先知语言他会回来的 他能够摧毁矩阵 解救人类 让人类重获自由 而尼奥就是被他们找回来 能够拯救人类的人 他彻夜无眠 信息量太大 需要好好思考 一大早 坦克就来找他聊天 尼奥发现 坦克并没有插座 他和哥哥多则都是土生土长的人 他和哥哥就出生在这个世界 他们的家乡在西安 内利是这个世界上 人类仅存的栖息地 坦克十分高兴尼奥的出现 他带着尼奥开始学习 未来的技能知识学习 全靠一张小小的芯片 一会儿的功夫 他就能成为一个柔道高手 他们在意识层面进行搏斗 这在武学层次是最高级的搏斗 摩菲斯告诉尼奥 他可以变得更快 经过训练 尼奥越来越快的招数 打赢了摩菲斯 他们转换训练战场 来到高楼的楼顶 这里是训练他胆量的地方 他需要克服懦弱 解放意识 跳过高楼 他们都猜到了 第一次没有人成功过 尼奥重逐地摔在地上 好在这一切都是模拟训练而已 结束训练的尼奥 感觉非常的真实 这一切不应该是假的吗 心里面当他是真的 他就是真的 接下来的训练是取证 里面所有人都是系统设定 其中有一些人 已经适应这种生存状态 不愿改变 这些人也会是他们的敌人 由于尼奥的走神 整个系统被定格 如果尼奥不属于莫菲斯他们 就必然是史密斯他们中的一员 史密斯代表了一种监测程序 能随意进出任何软件 将他们和自己的软件相连 就是说 任何没有拔去插头的 都有可能是特工 在举阵里面 人人都有可能是敌人 也有可能不是 尼奥他们必须夺避他们才能生存 他们是门卫 把守着所有的出口 早晚有一天 会有人向他们开战 尼奥也会像先人一样 与他们战斗 并且一定能够战胜他们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脱离 原来的时间法则的设定 没有办法像尼奥一样 更加强劲 更加快捷 当时机成熟 尼奥都可以不必躲避子弹 现实中他们遇到了问题 伪兵发现了他们的存在 他们和哨兵玩起了捉迷藏 躲过了追杀 他们并没有发现尼奥的存在 尼奥来找塞福 塞福知道 尼奥就是救世主 他告诉尼奥 遇到特工就要跑 其实他早就叛变了 他和史密斯勾结在一起 尽管他知道 矩阵里面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活在这个安乐窝 又有什么不好 他进入潜艇 就是为了骗取 进入西安的密码 作为进入矩阵的筹码 他们做好所有的准备 进入矩阵 带着尼奥去见贤知 根据电话指示 来找到贤知 临走前 福塞将行动电话 偷偷扔掉 再次进入矩阵的尼奥 对这一切都难以置信 他不敢相信 自己曾经生活的地方 只是长居设定 贤知告诉他 尼奥他是谁 他是向导 能给他指出正确的人生之路 莫菲兹将尼奥带到贤知的住处 尼奥在这里看到很多小朋友 他们天赋异禀 能够是物体漂浮 能够是金属弯曲 一个小男孩告诉尼奥 要用自己的意念 来控制所有的东西 这样他也能使汤手变弯 贤知看上去 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妇人一样 他能够预测未来指引人生 贤知通过面相和手相 看穿了他的未来 莫菲兹认准尼奥就是救世主 甚至会为他付出生命 但是就连尼奥自己也不认为 自己能够单此中任 未来他们会面临危险 他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 还是莫菲兹的性命 两者之间必须有一个选择 塞福早就和史密斯串通 等待抓捕归来的莫菲兹 他们回到公寓 你要发现了异样 公寓里面出现两只一模一样的猫 这可是矩阵的故障 这也意味着他们要改变什么 这时部队已经潜入了他们的公寓 他们开枪反抗 还是有人就此牺牲了 警察越来越多 窗户也被封死了 他们和坦克通话 让他寻找新的出口 按照坦克的指示 顺着管道爬行 塞福关键时刻 给警察发出了信号 他们被发现了 如先知预言那样 莫菲兹牺牲自己 也要救尼奥 莫菲兹根本就不是史密斯的对手 一次又一次的被打倒在地 他也被抓了起来 塞福要坦克为他找出口 其他人就在塞福的附近 率先回来的塞福 杀死了队友 他阻断了他们回来的通道 他亲口告诉了崔宁 是自己陪伴了他们 他狂妄的口气令人深厌 塞福早就厌倦了床上的生活 他更讨厌莫菲兹 他觉得莫菲兹欺骗了他 他不愿生活在现实 矩阵反而是真实的 他可以在那里享受人生 而在船上 则是无休止的苦意 根本就没有自由可言 他根本不听崔宁的劝警 将队友的管子一个一个拔掉 崔宁看着自己的队友 一个一个倒下 自己却束手无策 接下来就是尼奥 塞福认为 如果尼奥是真的是救世主 他就不会死 就会出现奇迹 他的魔爪伸向了尼奥 奇迹出现了 坦克艰难地站了起来 他用电击枪对着人塞福 将他击倒 崔宁和尼奥都回来了 史密斯带着莫菲兹 来到办公大楼 他感叹这个世界的美妙 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壮举 几十亿人 井然有序地生活在这里 他们依赖矩阵 遵循着矩阵的世界法则 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奋斗拼搏 讽刺的是辛苦一生 到头来都是一场梦 第一个矩阵是按照完美世界设计的 没有苦难 人人都快乐无比 人类的意识觉醒 矩阵世界开始毁灭 史密斯认为 人类更应该留在苦难的世界里 他们通知了这里 人类文明也会成为他们的文明 他们代替人 主导这里的一切 他的大脑被史密斯迁入 前而易自破棘了西安入口的密码 西安就会毁灭 西安的安危胜过一切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阻止这一切 就是将莫菲斯的管子把掉 尼奥不愿意莫菲斯死去 他阻止唐克 他要再次进入矩阵去拯救莫菲斯 莫菲斯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愿意为了自己的信念而牺牲自己 尼奥也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他就不会让莫菲斯去死 他和翠尼再次进入矩阵 史密斯觉得 人类并非是哺乳动物 人类不会像任何世界环境相适有 他们只会大量的繁殖 然后掠夺自然资源 生存的唯一出路 就是扩散到另外一个区域 人类就像病毒一样 而他们机器人 就是消灭这些病毒的救世主 尼奥和翠尼带上武器来到矩阵 这是前所未有的 莫菲斯被注射溶剂之后 意识越来越薄弱 他拼了命抵抗史密斯的询问 生怕自己说出一个不利于西安的字 尼奥他们进入大楼 在他们两个人的扫射下 数十米安保人员倒下 尼奥和翠尼炸回了电体通道 他们来到天台和一众特工搏斗 一些高级特工通过程序去置换 换成任何人的样子 他们身受敏捷可以躲过子弹射击 关键时刻 催尼杀死的特工 他们驾驶着飞机 找到史密斯所在的地方 机枪操射史密斯 几个回合下来 还是让他逃跑了 他通过程序置换活了下来 恢复意识的莫菲斯 跳出窗户的那刻 被橄榄的史密斯击中了腿部 尼奥纵身一跃接住了莫菲斯 现在大家都认为尼奥是救世主 除了尼奥自己 尼奥他们跑到地铁站的电话亭 他们通过地铁站的电话 一个一个传走 史密斯通过地铁站的流浪汉 传输了过来 阻止尼奥的离开 经过专业训练的尼奥 完全不逊色于史密斯 史密斯用自己高效的打击手法 将尼奥按在铁轨上 尼奥用尽全身力气 顶起史密斯 又将自己弹开 免于被车撞的门云 他在马路上拼命地逃跑 抢了一个人的手机 联系到坦克 边寻找出路 边躲避史密斯的追骨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他们的船被哨兵顶上了 尼奥必须赶快离开这里 否则大家都会有危险 哨兵将船撕开一条狗子进去 而尼奥也遇到了史密斯 连中出枪的尼奥 打在地上 门生命体征 大家都感到绝望 他们不愿意承认尼奥死去 崔尼对着尼奥的躯体 说爱他 没想到是 尼奥竟然恢复了生命体征 矩阵里的尼奥再次站了起来 他可以控制子弹 可以控制矩阵的一切 他进入史密斯的身体里面 将他撕碎 哈 就是那个救世主 这时船舱走起 千军一发之际 尼奥回到船里 最后 尼奥正式向矩阵世界宣战 还要彻底的摧毁这里 还人类一个自由的世界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美国经典科幻电影 黑客帝国 通过一个虚拟的矩阵世界 为我们展示了 人类的另一种生存状态 一个虚幻的 靠人们的意识 去维持的一个假象 而其中大部分人乐在其中 不愿意自己用 甚至为了维护这种假象 而不断的抗招 他们甚至愿意 溺死在这虚幻的世界里 这是一部 非常具有哲学意味的电影 老油条我 十分推荐版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